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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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等是佛警戒知 何等是佛警戒正 何等是佛警戒现 何等是佛警戒广 文明品讲了很久了 大概时间很长了 现在将要结束了 文明品吧 我们今天就结束了 文的意思呢 假问答的方式 要么都开智慧 明者是智慧照料 开智慧 这里菩萨辨别的很多 比如说三四因果吧 我们过去做了什么 现身所受的 得到这么一个果 但是我们不明白 我们现在所做的果又变了因 现在所做的 未来又结束了何样的果 我们有有常常常说 有这么几句话 欲知前四因 你知道我们过去都造了什么业了 Seiteinstéro 个字幕志愿者 这家 laborat 引一叹 那叫今生受者事 你今生所领受到的 就是你前生照的元 那你未来的果 那你看你现在所做的了 要指未来的果 要指你未来啊 再来生再时生再百生 那你现在做的就是这个 现在做的是因 你未来未来就敢果 但是这因果互相交叉 什么叫互相交叉呢 例如我们今生所受的 时尔运起来了 环境也顺利 家庭也美满 身体也健康 但你一生不尝试这样子 有一段时间它变了 变了什么呢 环境不顺利了 如果身体健康时候啊 那还快乐 那身体生病了就笔牌性了 就苦的笔牌了 这就说明了你在因中 时尔善 时尔乐 时尔向佛 时尔向六道 时尔又向三徒 所以感的不疼 说这种种的因 你不明白 种种的果你还是不明白 感到因果交叉的时候 错重复杂你更不明白 问明呢 就是让你有智慧 对于这些事啊 你的照料清清楚楚的 不是在黑难中摸索 因为遇词 贪嗔词念啊 很重 烦恼啊 嫉妒障难啊 烦恼总包括了 烦恼本身就是无明 就是不明 你不明白你思想被那个事物 所笔牌的 给产生烦恼了 因此在你 国一三宝了 学法之后了 你的信心 你的知见 是不是政治正见啊 我好多人是 邪知邪见 自己觉得自己还不错 但你发的心 是不是真客啊 是不是处理心啊 有没有处理心啊 有没有菩提心啊 对于这个世界 你厌恼不厌恼呀 但你高兴的时候 处顺景的时候 生活条件好 你做的事业又顺利 升官发财 平步登云 当你这个时候 你就忘了 忘了 对 现在我们这个问明就是 究竟的国 就是究竟国 一直到成佛 这个路怎么走 怎么能才走到成佛的路 文殊菩萨是表智慧的 这是九首菩萨 互相的问答 互相问答 要么发起一个真正的 信佛 信法的信心 那么大家没学习 还没有身弱 不知道 现在咱们的问明品 要学习完了 要学完了 知道了吧 知道什么呢 知道我们自己究竟有信心没有 发了菩提心没有 怎么样进入 进入什么呢 进入这个明 明 再加一个字吧 明白 你明白吗 明白什么 烦恼从什么起的 为什么要烦恼 为什么要有生老病死 为什么要有奈别离 愿云真会 无云自胜 不明白 不明白 怎么样达到成佛的 怎么样堕落到众生的 因有种种因 这里讲究竟是佛的体相 用 佛的本体 是不动智慧 佛的妙用 是文书 文书实力就是佛的妙用 是慧用现前 佛与一切众生 他的根本智慧 平等平等的 这个我们入不上 只是具足而已 用 用不上 你想用 发生不出来 在名义上 是母的性体 跟佛的性体 实体上是一个 那肉上呢 就差别了 体和肉不同 信 信母的本体 跟佛无二无别 相信母自己 跟毗露周诺佛 跟阿弥陀佛 跟不动自如来 平等平等 这肉呢 我们把它 用到烦恼上去了 用到贪嗔词上去了 那就不平等了 祝佛把它 用到利益纵上 所以用这个 文书菩萨的信心 九首菩萨 问文书菩萨 问文书菩萨 将文书菩萨的来答 先是文书菩萨 问这九首菩萨 一个一个的问 来辨别 要么能明白 那现在到了最后了 九首菩萨 又问文书司的菩萨 那文书菩萨答这个 一个祝福的境界 是体 一个文书菩萨 智慧的妙容 是容 大方广 就是铁香 所以我们这个信心 难发 也难信 也难入 难发 难发 就是发不起来这个信心 所以需要这一评 让你怎么样发 怎么样有明白 有进入 但你得先信 后若 这评就快结束了 文书菩萨答完了 文书菩萨答的 九首菩萨问文书菩萨 又不是前头那个了 不是文书菩萨问九首菩萨 那样子的意思了 完全问的佛境界 在这个问答这种发明 要么相信佛的境界 佛的境界是甚深的 我们信了佛境界 若我们实信的惯例 问明完了 就对有信心了 有了信心了 你就观察吧 观照 观照 也就是就喊着行了 观就是明白了 想发起了信 信什么呢 信佛的境界 那么感到文书菩萨答的 完全是佛境界像 这段大义快快完了 文家的跟大家总结说一下 而是诸菩萨 为文书死的菩萨言 就不是一个一个菩萨问了 九位菩萨合起来问 大家同一个意愿 同一个思想 同一个问号 我等所解 各自说一 说我们所能解到佛的境界 让一切众生发起信心的 我们都说完了 说完了 微愿仁者 微愿仁者是指着文书死的菩萨 说以你的庙会 庙辩才 演唱入来所有的境界 你总成长 向他问 一下就分别说 何等是佛境界 什么才是佛境界 是总说 这一句说 佛境界是总说 以下就分别说了 何等是佛境界的音 何等是佛境界的度 何等是佛境界的入 何等是佛境界的智 何等是佛境界的法 何等是佛境界的说 何等是佛境界的知 何等是佛境界的正 何等是佛境界的现 何等是佛境界的广 这个问号问什么呢 我们是以这文字 或者以这经典来答 但是问文若是理菩萨答的就不疼了 这些就是能问的人 能问的人就前头的从觉手 哪日到最后 弦手 九手菩萨 共同的问 大宋同问 不是一个菩萨 一个菩萨 一个一个问 不像前边 文殊菩萨 问这些个菩萨 是一个一个的问 大家何起来问 问文殊菩萨 初句问的是总说的 那问他的境界的不同 分别的问 实地因果后卫之法 这是大菩萨 这是大菩萨境界后的法 微佛所有 微佛所有 这都正到佛位了 也唯有文殊菩萨能说 这个境界 一个是问佛的境界的 他的分级的大小 一个问佛所缘的境界 佛都知道的是 什么样的情况 佛的境界是以什么为因呢 佛的境界怎么样度生呢 问佛度生的境界 佛对每一个众上 都有不同的 应激说法的 普入世间 为什么祝佛的境界各有不同 阿弥陀佛跟钥匙流的光荣了 跟现在本度 我们本师释迦摩尼佛 都是入世间 所入的世间不同 所在教化众生的智慧不同 能知的智慧 所说的法 所知的法 佛不是原因说法吗 原因是 为何有这么多差别呢 佛的体 佛的相 佛不是平等吗 对于一种都是平等的 那是说内政的 佛政的 佛佛道通 阿弥陀佛 要是流着光如来 乃是不动如来 乃是披露折诺 都是同等的 我们说话言不同 显现的法 所说的法门也不同 量的大小 视现阴慰的作用 各个佛的阴慰作用不同 乃至成佛之后 度众生 能度的方法 所度的众生 各有分际 各个因缘不同 为什么有这么多差异 要说的 究竟说到佛境界了 没有言说的 言语是说不到的 思维也达不到的 微佛与佛 哪能究竟 问号里头 就这么多问意 问意 这是诸菩萨 向文殊菩萨启问 说你有庙会 有庙辩才 对如来所谓的境界 只有你能演说 演唱 上到前头的问号 大意是这样子 文殊菩萨就答 答十个计算 十个计算 是用诵的方式答的 计诵的方式答的 如来身境界 其量等虚空 一切众生若 而是无所若 这是众说 说要想想佛的境界 的分量 想它的境界的宽广 那是甚深的 如来境界是甚深的 用什么来形容它深的 虚空 只能用虚空来形容 其他的没有能形容出来的 虚空无量 虚空能量吗 说虚空大 说虚空小 这一定是傻瓜 对 咱们说虚空 虚空有形象吗 就是个空啊 说佛的境界 佛的智慧 佛的像 佛的智慧 佛的语言 佛的思维 跟虚空一样 一切众生怎么能入 怎么能入到佛的境界 入即无入 而是无所若 这是文书斯利菩萨 总达这些菩萨问的 说你们问佛的境界 是什么样子 虚空 拿虚空做比例吧 你了解虚空就好了 一切众生想入佛境界的 实时的无能入者 也无一个所入者 说佛的体 体是没有分量的 是广大的 就像虚空 你分别部分出来 虚空 有好大 没有 有好重 没有 面积好大 一切诸佛果斗 都建立虚空当中 虚空啊 它是没有形象的 它是没有形象的 没有体积的 只能用虚空来 比喻佛的境界 众生俗上修行 发心 发心行菩提道 道成佛果 为到正得佛果了 与佛无二无别了 自言它就明亮了 一切众生入 入佛境界 无所入 无所入 无所入的意思就是什么呢 虚空嘛 有什么能入 所入呢 没有 一切都没有 空的 虚空对你 没有障碍的 你要建房子 就建房子 障碍是人给你障碍的 虚空本身 没有障碍 没有障碍 如果有物质了 就不叫虚空了 这个意思就这样的意思 因为要众生的心 咱们前头讲过 是心是佛 是心做佛 说你这个心呢 跟佛无二无别 要我们信 信我们自己的心 信 信佛的境界 就是我们心里头 本具足的 但是在未成佛之前 你什么都不明白 这前头问明啊 就要你明白这个道理 无论怎么成就的 甚深境界 是有因的了 有因的了 如来的神境界 所有的圣妙因 一节长宣说 以夫不能见 这是在礼上的讲 在礼上讲 在四上呢 举例来说吧 释迦摩尼 降生的印道 有相了 有形象了 但是这个是化身呢 不是真实的了 不是真实的了 真实的是什么呢 披露着诺 那是真实的 但是 但是所实现的 随众生的缘 不是佛的本身 那么佛最初 怎么能达到 甚深的境界 那是有殊胜的 微妙的 微妙的 因 咱们现在 每位都能成佛 那你这个因 那可就多了 现在你问法 就是因 现在你学法 就是因 哪怕你问一句 一字 这都是因 这都是因 那么佛的境界 是殊胜的 没出佛佛道通 除了佛之外 没有与佛能相等的 咱们说玄 说妙 就是佛的境界 是微妙的 是殊胜的 佛的境界 是广大的 说之不尽的 前头问号里头 不是吗 问这个佛 因为什么 因为什么 我等所解 佛的境界 是什么的境界呢 佛的境界因是什么 境界 境界 佛的境界是什么 怎么能入到 佛的境界 你打的话 佛的甚深的境界 量是不可得的 像虚空 怎么样入佛的境界 众生 一切众生入 实在无所入 虚空也没什么入 也没什么出 拿虚空来形容 那众生怎么能成佛 那佛最初怎么成的佛 佛如来的深境界 他所有的 殊胜的 微妙 不可思议的 因 佛是果了 成就的佛果了 因又如何 但是就寡说 这个修行 成佛 这个因 说到无量 一节 一节 常宣说 也说不完 以夫不能进 到后来 李四坚平 普贤菩萨 跟普慧菩萨 专说佛的功德 大家读的 普贤 恒月品 普贤 就跟那个 上才童子说了 要把佛的功德 佛的境界 永远说不尽的 所以说 问佛的因 佛的因是殊胜的 微妙的 广大的 说之不尽 但是他能够 利益重伤 随下他的 佛的心的智慧 能够一些重伤 引诱重伤 另一些重伤 都能得到好处 右近显另一 这句话 佛若瑟丽菩萨答的时候 咱们可以想想 我们自己 这个道理是甚深了 咱从浅出入 最浅显的入 咱们每位道友 信佛的时候 你等于要有 要有个因吧 神因 什么因 使你想进入佛门 还不说出家了 就说你再加信佛 你总有个因吧 你心里头 有这个善念 有这个善根 和于这外缘 那缘一引起 你感觉到书上 书上你头肉 越行越深 越行越深 当你出了家 或者你入了佛门 皈依了三宝 普通说就是皈依三宝 这个就是因 这什么因呢 是将来你成佛的因 还不说你今生 你今生得服释迦摩尼佛的末法 你能够信入 你在这个之前 还有因 那咱就不明白了 如果你没有前因 你今生是遇不到的 你今生是遇不到的 不会入佛门的 结果你遇到 遇到了 这个全国的寺庙很多 到庙上得游完点 现在这是放假了 这几天是国庆节 放假了 放假了 得逛逛寺庙吧 我遇到很多逛寺庙的 他不信 他逛逛而已 这算不算因 有的到寺庙逛去 见着各项 有的傍怀 有的毁谤 有还诸书历说 诸书历说 就出些说 说破除迷信 这叫迷信 往这信佛叫迷信 那么又怎么样理解 他算不算纵上阴了 这也算 他只要见了佛像 到了寺庙 想象 他脑子里有这块印象 那将来他最初再信佛 将来要信佛 很困难的 很波扎的 进进退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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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了之后 他很扎实的 很结实信 求增长 求佛德 求智慧 他相信 我们作为道友 相信不相信 我昨天跟你讲过一次 我们这么多人 现在我们全国的和尚 多了不说吗 几十万是有了 他不是生产 四能工商 不论打一行 没有他 有吗 再打一行 凭你自己劳动力是账 有这行吗 没有吧 汉山 大家知道喇嘛 西藏的 我在西藏是 住了十年 那些普通的喇嘛 怎么生活呢 怎么学法呢 自己打工 打工 那些个贵族 钻入喇嘛 帮他做生意啊 帮他游罗邦啊 他去做半年 又回寺庙来 又来学 这来再来学法 把挣的钱买上账吧 要是经济好点 再买点茶 买点树油 食菜呀 没有 他买牛肉 买些牛肉 这准备 转讲资粮道 大家知道不 资粮道是什么 你没有 你没有修道的资粮 是不可以的了 在西藏 喇嘛 你跟上司 求法 求法 你要空着去跟他求法 不得传给你的 最少最少得买个哈达 那叫表吉祥 另外还有个血洽 血洽叫什么呢 咱们这个红包吧 数量不多 三五个通板都可以 买什么也买不到 三五个通板买什么 西藏中通板 花人币 那时我去 为什么 他说你没有福啊 你这会承受不了的 这叫福慧双修 如来是福慧俱读的 我们大陆上没这个风气 我们汉生没这个风气 汉生说 我们向老师求法 就到那问问老师就行了呗 没有这个理解的了 现在也有了 装个红包 这个装个红包什么呢 就是表示修佛 要先供养三宝 而后才求法 才求法 这是根据什么来的呢 大家看佛经都是吧 就是大家都念普门品吧 无尽菩萨供养国神菩萨 观世佛不受 他用他的珍宝珠落 宅他自己的珍宝珠落供养 菩萨跟比丘不同 菩萨你看菩萨像 都是珠宝英落 现在是在家像 吴经义就把他身上的珠宝 观世佛不接受 佛让这个观世佛接受 给这四种天龙八步 乃至于再会这种消灾 观世佛在接受 接受的观世佛把这分成二份 一份供养十千目佛 一份供养多佛佛堂 我们法师有的 就这样学 也给法师供养红包什么的 我们都转移 供养三宝 供养佛 主要是供养僧 再转移给供养众生 你说佛需要什么 佛什么是不需要 我们一天供养花 供养灯 供养像 你说这是迷信 是自信 是智慧信 是迷信 普贤菩萨十大院 第三大院 供养 但是这只是世界上供养了 叫法供养 你修法供养 行法供养 说法供养 我给大家来说 我有惯想 说法供养 将说之前 观想文书斯利菩萨 加倍 让我别说错了 就这个含义 有福德有智慧 才能够得到利益 得到利益 佛随着每一个纵上 心里头的智慧 应急说法 给他说法 劝诱他 连诱他 让他 得到法的利益 得到法利 生起信心 现在信心了 有了信心了 你还得去学 信是个基础 信是个基础而已 信而后学 学就是解 光信了你得知道 佛门是怎么回事啊 就要了解 等你了解之后了 真正的投入了 你才肯去做 做了之后 你才能得到 我们经常听到 我们四众的道友 都感觉着业症很重 不错 是业症很重 业不重 不生缩破 业不重 怎么生到这个世界来啊 这叫五座德士 现在第一个你身体 有了个幼体了 这个四大甲合 常识生病 病苦地逼迫你 四世都不如业 任何人 不论他多高贵 多大的财富 包括各国的总统 烦恼不烦恼啊 升到娑婆世界的人 说没烦恼的人 没有 不过烦恼的大小 轻重的不同 为什么呢 他没得置坏 并不是财富就是置坏 并不是地位就是置坏 他知道他造好多业吧 过来过去 那么中国俗话说 半世的公民 当然他得到公民 得到富贵了 得到这个权势了 你得好几十岁吧 只是后半生吧 都是半世 这一半世的呀 所得到的 要还债啊 一百世也还不完 半世公民 百世冤了 所取的冤家罪业 一百倍子也还不完 这个道理谁要肯信呢 知道不知道 咱们的儒书 儒学 道教 这个道理都讲的了 善乐的因果都讲的 说是一回事 做优秀 但是咱们解决这个问题 没有方法 咱们儒教道教 道教成神仙 神仙还得还债啊 你出去六道啊 神仙不如天人呢 这是地仙了 地仙是佛经也在说了 地仙 但是没有智慧的了 这个智慧 就是咱们这个问明品的主要的名 这智慧有大小啊 说要想了解佛的智慧啊 那你得成佛 不成佛了解不到 为什么文书斯利菩萨能说 能了解 大家都知道 文书斯利菩萨是古佛 他成了佛了 又来四线菩萨度众生的 观星菩萨也是古佛 那现在释迦摩尼佛 有四线哪一类众生度众生 咱们没有这个智慧 不知道 不知道 这话什么根据呢 说实践摩尼佛 有实践摩尼佛自己说的 大家读地仗经 实践摩尼佛跟地仗菩萨说 我并不是光以佛神来度众生 我说菩萨神 神闻神 那些现极其众生神 去度众生 这个含义就说这 买一位道友 你就随着你所学的 学多学少吗 都可以 说多说少都没关系 你只依着佛教 给人家劝人家 念佛 信佛 读坚 劝他 看破了 放下吧 世界上没有真实的了 说你要老的 你要死的 这是讲善能因果法 这是基础 这是智慧从此开始 佛度一些众生的时候 让一些众生究竟达到成佛 不是像我说求求佛呀 给我消消灾呀 免免难吧 让我病好吧 我的爸爸妈妈过世了 你给我回向回向啊 让他生到好处去吧 不是这个含义了 回向有没有加持呢 那没加持才会求佛菩萨干啥 有加持 但是这种加持不如自己修啊 不如自己修啊 人家说 公修公德 婆修婆德 不修不得 你不修你能得到吗 那个加持力 是展示的 不是永久的 真正的人还得自己去修 佛就入世度众生入世自己修 佛的自合是不可思量的 所以入世度众生祝佛之境界 当代佛门起诉 孟参老和尚 1915年7月13日 身于京吉林省白城地区 1931年 在北京房山县都率死出家 一生学通显密 教通发宗 唱讲花言 力红地藏 虽蒙雷谢之灾 三十三载 红发兴致 未曾烧歇 于2017年11月27日 在大陆五台山 安详市集 享受103岁 感恩孟参老和尚 一生眼说大称 少荣佛种 缅怀风范 祈愿老和尚早日 趁愿再来 慈敏度众 利乐有请 佛教慈悲致业基金会 佛教慈悲致业基金会 以宣扬佛陀正法 培育优秀僧才 积极社会公益为职制 在珠山长老 法师及各界大德的祝福下 财团法人 佛教慈悲致业基金会 于2020年10月正式成立 有记回归佛陀本怀 透过文化出版 与媒体的多元形式 将佛法传扬于社会 并藉由慈善公义的参与 落实大称佛教之立他精神 基金会立足于汉传佛教 复分语系及宗派传承 致力于南传 北传 藏传佛教之间的交流与学习 其能宣扬佛法 以及推广书时 护生等的慈悲理念 由以引导现代人认识佛教 学习佛法为主要目标 结成敬邀各界大德 踊跃护持财团法人 佛教慈悲致业基金会 欢迎您一起来推动 慈悲致业的各项会晤 一同为世界燃起正法之具 照破黑暗 传灯无尽 疼请护持慈悲行动 护持弘法 培育僧才 僧前安养 医疗及生活救助 宣扬佛教教义与经典印制 佛教刊物影片 及电子多媒体弘法 设置传教场所 护生 清寒助学 急难救助等 执持社会慈善公益 护名财团法人 佛教慈悲致业基金会 台湾邮政划播账号 5044-4468 5044-4468 银行网络转账 银行贷号 005 土地银行 转账账号 012-001-209-688 012-001-209-688 转账后请将个人账号 后五码 收据开立姓名 联络电话 地址 传真至总管理处 03-989-8787 03-989-8787 或email lifetv.net at msa.inet.net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海外护持账号如下 o 6-089-9019 都允论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众生的缘故宣说过去七句之准提如来等 佛母准提陀罗尼若有四重受持此咒 满九十万变无量节来 五无间等一切诸罪 昔皆灭除无余所在深处 皆得执欲诸佛 所有资具随意充足 恕得成就无上菩提 修持准提法蒙诸佛庇佑 光明广骗照 灭罪征服会 恭请赞江法师赞同法师 共同组法 日期4月27日星期二上午八点半开始 下午两点念佛共修 即准提法修持 地点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03989-9319-03989-8686-03989-8686 敬请与会菩萨 做好防护措施并保持社交距离 现场备有免费消灾超建牌位 供大众填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爱罗拉石窟 当地人称为维鲁列尼 34个宏伟庄严的石窟群中 1-12号皆为佛教石窟 堪称大乘佛教时期的代表作 爱罗拉石窟有几个佛教石窟别具圣名 例如第十二号 田塔尔石窟 田塔尔意思为三层 是以挖凿的方式 所形成一座庞大的三层建筑 由无数的方形粗大石柱 所形成的柱廊 出现在每一层楼中 层层叠叠的感觉 看起来十分的壮观 而墙壁与石柱 几乎都未经过雕刻 非常素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大家阿弥陀佛 这里是南印度 埃罗拉石窟 这里是第三层 弥勒尊佛 欢迎大家来到这里参访 可以到我们的舍拉节 做供养 父侍 生人 来到这里观佛法 来朝圣 经典说朝圣的地方 灭一记阿弥陀佛 就等于灭了十万记 所以常常要去朝圣 今天也是阿弥陀佛 佛丹 祝各位大家 心想事成 全身 埃罗拉石窟 另一个享福圣名的 为第十号石窟 第十号石窟 建造的年代 大约是七世纪 石窟建筑 非常具有特色 映入眼帘的 是以拱状组合而成的 圆拱形天花板 使整体看起来相当华丽 而在石窟的佛堪处 有一座三公尺高的坐佛 相貌庄严 栩栩如生 其周围环绕着 许多菩萨的石雕 大约是三公尺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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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